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能夠對抗癌細胞的天然植物提取物 是有哪幾種和它有什麼的作用 第一種就是勞匯素 在醫學研究報告裡面 證實勞匯裡面含有一種叫做emodine的成分 那這種成分是有效抑制連鎖蛋白 令到癌細胞是無法抗散的 第二種就是洋蔥素 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 洋蔥含著一種名為crisotin的成分 能夠令到癌變的細胞無法泵出乳酸 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 第三種就是粟米森素 癌細胞獨有一種酵素的名為中端酶 能夠不斷自我修復避免腦化 而粟米森含有一種叫做lacotinic acid的物質 能夠有效抑制中端酶 加速它的衰老過程和加快癌細胞滅亡 好,歡迎回到我們的軍事導航節目 軍武器言 我是Larry 我是Alex 先說一聲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星期又是小弟 有些事情又忘了 所以令到就不到Alex來錄音 所以沒辦法,他就極也就不到我的時間 所以沒辦法了 來到現在這個時間是1月18日 星期五 所以沒辦法了 為了趕著週末,起碼都出道節目 給大家了 唯有下次準時一點 不好意思啊各位 好了,我們開始這個星期的軍事評論 首先,我們第一件事 我想我們先說了,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戰現在正在討論 三個月 但是美國也不會繼續放過你 當然我們之前就看加拿大那邊 是不是孟晚舟那邊 現在的情況就搞到中國要整個人去死刑 推個人去死 不是的,原本這個罪應該是死刑的 這個人是200多斤 應該要打爆很多次 應該可以死20次左右 不止的,50克就可以打爆了 哇,這樣可以死2000次左右 哇,這樣很厲害 打到血肉模糊 因為中國不會有什麼打毒針、電耳 沒有的,全部打爆的 全部打爆的 打爆是不是最便宜的 應該最便宜的 因為電耳也要電的 還有你準備一些器具的 濕水啊,經常綁住它 這些都要更換的 所以都很滑 說回來,中國和美國的南海局勢也是有關的 近來我拿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從DRIVE拿回來的 我覺得拍得挺漂亮的 大家在圖上看到的B2 還有F22 是不是相當漂亮? 你們在鬧事之中飛過的 是啊 所以這張照片是很困難的 如果在澳洲上次有一個C-17低飛的 在城市上,結果被人滑滑 被人想像到這個 聯想到的狗擊一事件 哦,因為太低飛了 感覺好像很危險 好像有恐怖襲擊 這個也挺有趣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PR 美國太平洋空軍的PR那邊說 美軍已經向夏威夷的珍珠港 聯合基地 那邊就部署了B2 那就是部署B2 通常B2最常見是部署在本土 他基本上都不離開本土 所以如果他任何基地的調派 例如去關島 或者去夏威夷都是臨時性的 因為太貴了 只有20多架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些維護部隊都在本土 所以這些國之重器 就不會到處買的 平時都會藏在自己那裡 就用鑑蠻鎖住他 其實主要是一個姿態 首先他去太平洋 他好去不去 為什麼要去夏威夷 因為其實我們也有看過 夏威夷距離北京的位置 我讀一讀 原來是11,000公里 而11,000公里 就是剛剛好這架B2 由夏威夷起飛 剛剛去到最後的滴油 就會去到北京 更差一點 他完全中途不加油 都會炸到北京 不過當然炸完便是殉葛 不會的 一定是空中加油 就像珍珠角那部戲 已經預算不回來 男珠角已經預算殉葛 當然當然是空中加油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 你如果是12,000公里 他有一個特別任務 12,000公里的特別任務 就是我空中隱形 起碼我機頭隱形 你detect不到我的時候 我就來個突擊 然後炸毀了你的空中加油機 或者預警機 炸毀了你的空中加油機 炸毀了你的空中加油機 我問題來料 那你就要直飛 我的12,000公里 怎麼可以去到這麼遠 看到別人的加油機 這麼遠去到嗎 他其實應該要弄副油箱 副油箱得來 還要知道別人真的 加油機起了飛 這是很難的 還要知道別人的方向 這是很難的 這是很難的 你要伏擊他 還要用機頭伏擊他 是啊,機頭伏擊他 你這樣想 這是其中一個 要麼要麼要麼要不停 殲滅力不停飛 在上面不停偵察 很困難一點 但你又沒有被人偵察到你 說是這麼說 所以B2最恐怖的 理論上不加油都直飛到北京 如果你放在夏威夷的話 那你放在關島更好 因為你放在關島 連印度洋那邊都害怕 如果我放在關島 然後大陸很流行 派那些驅逐艦去印度洋 嚇印度洋 他只要派B2在上面飛 你下面的晉成灰準 所以B2如果放在關島 更加明顯是劍指南海的 但是我放在夏威夷 好一點 我放在夏威夷 很明顯是日本會受到避任 南韓會受到避任 變成是東北亞這邊的國家要小心 例如金仔也要小心 因為他放在夏威夷 我聽聞網上傳聞 至少已經有F22和F35 準備進入日本的工廈島 我們今天也會說 一個新的島 買了一個新島 馬島 下一張我們就說了 所以現在派了三架B2 通常也是 兩架三架這樣飛 然後派了過去 據說就是24-7 24-7那些 那些部署 當然這個部署 其實也是告訴街坊 B2 你知道他們的炸彈 我們之前不是說了B68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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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批次 轉地相當厲害了 是 但是你知不知道大陸有新聞出了 是 新聞出了 他們最近研發水泥 是 水泥可以抵抗 那些轉地炸彈 大概可以抵抗到 差不多30米左右 是 都不差 當然我們不知道 這個應該是軍用級別 是 我看了這宗消息 我都不記得 大概30米 我都不記得 大概30米左右 擋到這個常規炸彈 轉地炸彈 核炸彈 就沒有分別了 沒有了 核的震動 那些回音震動波 就炸到你 所以 這次B2 其實都是告訴你 就是 如果一部署這些位 前面的國家 你就要看著 小心 因為它無色無色 進來你都看不到它的 或者你看到你都動不了它的 另外 就要講Alex關心的新聞 就是一個很前線前線的東西 就是 日本政府現在計劃買一個島 那島是沒有人島的 應該是沒有人島 那邊就是六二島 大家知道六二島是九州 是出少少的 那六二島出少少外海 就買了一個沒有人島 那買來做什麼的呢 原來是給第七艦隊的 是 給它做什麼呢 就可以把航空母艦 上面沒有很多A-18 那你知不知道 原來最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呢 我應該跟Alex的節目都講過的 其實航空母艦 不是一年365天都出海的 是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一年出海日子很少 是 大概你預算 一年起碼有一半的日子 就是180天 是不用出海的 是 那你不用出海有什麼做的 是 其實很多的 例如什麼呢 就要整 整船 是 或者有時候就是要補給等等 是 所以呢 其實它在港口的時候 那些飛行員有什麼做呢 是沒有去做的 那有些就放假了 回家 是 那他們他們回去的時候 又怎麼樣呢 或者他們平時也要做訓練 嘛 那做訓練 卻又不會出海 rikt 其實在艦島這裡繼續飛 所以遠or是沒有這 陸機的樣角可能是10度比較鬆 你發覺跑度要很長的拉度 但是海軍的機器例如FA-18或F-35 其實是附近的 角度很大 手機是彈下去的 所以其實樣角的甲角是二十多度這樣炒下去 我想說二十多度炒下去其實很傷的 二十多度炒下去的時候 這隻才叫海軍閣落 但是你變成陸機之後 他們就會習慣十多度這樣說 還有那個跑度拉得很長 所以其實你問美國經常要借機地去做 現在日本說你不用借了 我現在直接弄過給你 那就買個島 什麼叫馬島 美國買過島還是日本買過島 日本買過島 日本買過給你 買過給你 很過癮的 這個軍事網報道 其實第七艦隊基本上 很有趣 第七艦隊首先 他的司令度就不在美國 第三就在 第七不是的 第七就在日本 橫衰河 即是東京出一點點 基本上他們要不停訓練 飛行 有些情況他們會在流浪島 那裡飛 但理論上哪些居密都會有些意見 所以現在日本防衛省應該想在馬島 他們叫馬毛島 不過我最喜歡叫馬島 這樣就沒有人的 沒有居民問題 不會像沖繩那些 經常說那些人叫他們搬走 那些東西 所以現在應該不用擔心 直接去那裡飛 嫌你直升機太吵 那些 但是上面要建很多東西 當然 理論上建一些東西 你的規格又不用太高 因為其實這個 不是經常訓練的 其實是臨時性的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 是不是要裝得很厲害 又不需要 但是跑道當然要 但是你說它的機庫 要不要做得很漂亮 那些維生設施 那些東西 你預計的話 我想短期可能是 預計你大概可以 致持到60天 我想都夠了 不用太久 你感覺它不是一個 永舊基地 不要緊 是立時基地 唐旺斯這個 在島上一年都可以 哦 它不只10年都可以 這些這麼厲害 年輕一點的網友 都不知道我們說什麼 另外 另外要說這單 是個人的 這單是F35和F16 如果大家印象中 我們經常說 F16和F35 如果他們多費 大家都猜到 F16應該會贏 肥閃 肥閃 我們應該在 第一年的節目 我們說 肥閃 是真的肥 而且是不靈活的 而且是重 F16一半 是重得多 但是它引擎比它 好力一點 好力一點 所以你算一下 推重比應該也不太差 但是 我們在這個節目 一直說 F35隨著我們的節目 一直改善 不停 upgrade 不停 upgrade 我們節目和F35 希望我們節目 就像F35一樣 不停 upgrade 不停 upgrade 不是有聽眾贊 說回2017年的巴黎韓戰 2017年的巴黎韓戰 我們是否直接說過 我們直接全程說 對,有一段影片放出來 對,有一段影片放出來 就是我一直在做 他就做到四角跟斗 對,落葉飄 又有眼鏡蛇 對,這些動作做到 其實現在都很厲害 因為接下來的軟件 會 upgrade 對,看看他可不可以 最後會 upgrade 到 3i 3i 3f 現在 有些飛行員說 其實現在已經沒有太差 飛下去 你說 假設 如果他跟F16比 我覺得 你跟F16比 還是差一點 如果是Dogfight Dogfight 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他移動的靈活性低 所以別人用機炮射他 他也避不到 始終那個風阻比他大 因為是內置彈艙 對 還有機型 你看到那個氣動外型 不是那些很靈活的 始終沒有做到那麼 fit 他又不像F22 可以做到兩個引擎推力這麼大 對,他是單引擎 對 所以現在suppose 現在他做到落葉飄 平船那些 庫翼翻滾那些 全部照看 就好像跟正常機 沒有什麼分別 而且他做到的動作 其實F16做不到 所以如果你這樣說 兩部機前斗 如果suppose 打 可能也不會輸很遠 你問我 他可否比F16比F16 是未必的 但你說他輸比F16很多 也未必 就好像當年 蘇27一出 可以堪稱 這個 暴打F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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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零擊落記錄? 即是F-35是沒有被人擊落的 暗示了兩件事 如果你零擊落 是否即是你反過來 F-15被人擊落? 他又沒有說清楚 最重要的地方是你被人擊落 是否即是你瞄了別人? 反過來,你零擊落就被人擊落了 擊落了,你也不會被人擊落 即是F-15不夠F-35打 大家想想 好處就是F-35因為是隱形 F-15的雷達看不到你 所以讓你瞄 這是其中一個 但他的情況是 有沒有說到 他其實是近距離戰鬥 近距離戰鬥? 不是超視距離 所以你近距離也沒有被人擊落 這就證明了什麼呢? 證明了是否即是你當輝的能力強了 即是強了,可以脫到咬 對 即是你是不是不會那麼容易被人擊落 或是你的機動轉動 即是你會被人擊落 所以這也是個關鍵的地方 你說有沒有出謀招 例如你那些EW的電戰系統 那些干擾等 令到F-15 或者F-15裝的雷達沒有那麼好 那些 就不知道 我想是F-15C 應該不是F-C F-15C 有機會是F-15E 也有機會 所以很難說 我會再追蹤報道 好 看回F-15 現在的進步似乎都挺大 挺神速 接下來又可以上纜 AE就已經被火翼了 CPU太慢了 就解決了 軟件就準備升級了 現在又準備可以初步的戰鬥能力了 對 接下來又可以做到這個能力了 現在以色列入市了 可以實打了 Bist Mode有沒有問題 野獸模式又可以了 所以F-35 應該都很值得期待 好 一節來到這裡 全新一期健康解碼 第四期已經出版了 今期主要是講解 因為尿酸過多引致的痛風問題 和了解一下濕疹的成因 隨書會有240元現金券 和會附送價值198元的痛清 記得不要錯過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浴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在抗體中 亦人就是在抗體中 亦人的天啊 在抗體中 央眼神的明星 雖然是有些地方 他不回家